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6日 今天新华社呢 头提新闻是习近平啊 向人民警察队伍的授旗 并训辞 不是致辞啊 训话 致辞 搞这么一个大新闻 给大家看看新华社的这个 网络截图 这个表明什么呢 习近平啊 面对这个国内外的局势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联盟啊 对中国这个专制极权统治的 威衰堵截 所以他感到了这个危急啊 老川普呢 已经明确的 在竞选演说当中承诺了 他一旦连任的话 那就对中共啊 要追责索赔啊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认为川普连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即使是拜登上来 也不会改变美国的基本上 基本国策 也不会违背美国的民意啊 这个中共病毒已经得罪了全世界的人 尤其是遭到美国的老百姓的证悟 所以说习近平知道自己 现在面临着一个危机的时刻 所以说别看表面上 假作好像是 汹涌撑住 实际上信息 那是 发生动摇的 在这个 他自以为掌控军队之后 他要 对这个警察队伍不放心啊 所以 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啊 这个中共在 整肃警察方面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你想前几天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共刀安罗 是不是啊 这个 在这之前呢 还有 这个三个省级干部 这个 有很多啊 都涉及到什么呢 公安的领域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 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谓的这个忠诚问题 那么习近平在这一次 这个 所谓的授期仪式当中啊 他一再的强调什么呢 强调 这个警察 人民警察在这个 维护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啊 这个 治安秩序 等等方面啊 这个重要性 讲的是冠冕堂皇啊 保护公民人身安全 人身自由 合法财产 这个公共财产等等 实际上 他讲这些东西 老百姓都明白 他这个要保护 就是他 他们这个 利益集团的这个财产 是不是啊 他们家族在香港 豪宅的安全 忠诚的党 实际忠诚他自己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你现在搞这种仪式 是代表国家 李克强 根本都没份 是不是啊 你看参加这些人员 给你网络的消息啊 这个 郭升坤主持 郭升坤是政法委书记 丁薛祥 那是他的这个 大秘了 是不是啊 他的马仔 张又霞 替他掌控军队 是吧 就是靠张又霞的这个 策划呀 协助 整肃了这个两批 所谓部队的腐败分子啊 江泽民信任的 徐财后会过不凶啊 一死一判 那么 房峰辉 张扬 胡锦涛信任 也是一死一判 这个 陈希是什么 陈希 管干部的 像升官发财 他说了算 像抓人 他也说了算 说啊 周强 周强虽然表面是共军团队 但是已经是 给习近平投了 搞了投名状了 是吧 见局不搞 司法独立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张军 检察长 检察院 这个 曾经在 博学来窗户打黑一年代 跑去 捧臭脚的 这其中一个 那么这些人 但是没有李克强 国业总理李克强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人 这个 已经是贴了心的 一定要这个 把他不信任 摒弃出去 生怕将来 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对他不忠诚 两面人 这个 倒戈 怕这个 因为他自己想的问题是什么 就一旦开战 一个是靠部队 就保护他 另一个就是警察 所谓维护社会秩序 就是镇压老百姓 因为中共建政以来 犯下了滔天罪行 老百姓是 恨之如骨 哪个社会阶层不含文 你想 反腐外又得罪了 打内的 各派系的 一些高官 宗族无关的 干嘛 就是四五百名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党内外 军内外 可以这样讲 不得人心 所以这同志基础 非常的 薄弱 非常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 开始想起什么 拉拢 红啊 人民警察呀 这个 这个医师 很有意思 受益他 中国人民警察 旗帜 然后呢 三百名 深召 警理副 特警 战训副 的人民警察 这个精神兜唆的 列队 这个高自为医师 这都是表面文章 没有用 为什么 你想 四月十九日 才抓捕了 孙力军 抓捕斯立军的时候 官样文章怎么说的 是讲了他所谓 贪污社会啊 这个 等等 实际上 昨天美国的 法庭文件 已经披露了 他派斯立军到 美国来引渡郭文贵 要和美国的 这个亿万大行啊 共和党的金主 和川普关系 曾经密切的 这些亿万富豪啊 这个 收买他们 让他们 把郭文贵 遣唤回去 这说明什么 这已经暴露了 他们 栽装陷害的这些事情 都是假的 郭文贵的爆料 我终于相信了 基本上是真实 暴露了他和王岐山 在海外的财产 由于思绿就是知道内情 先是派你去执行这任务 然后再封嘴啊 让你消失在监狱当中 你像这些警察 都是傻子 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先利用我们 利用我们 达到目的之后 然后就 让我们 消声匿迹啊 关到监狱里 目的是什么 限制执行范围 是不是 警察精致呢 所以习近平 在这个会议上 讲了四点啊 对党忠诚 第二个是 服务人民 第三是执法公正 第四纪律严明 下沉 对党忠诚就对他忠诚 那人家共当安忠诚江泽民 那怎么说 江泽民当年也是代表党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 服务人民 更是骗人的 服务人民 为什么不那么多钱 都转到海外去了 海航是怎么回事啊 香港的豪宅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啊 别骗了 还骗呢 已经骗到时候了 执法公正 司法不独立 怎么公正啊 司法如果说是 党派来管司法 党管司法 他怎么能够公正吧 什么时候公正过 给我江泽民 判刑是公正的吗 公正为什么抓拨起来呢 抓拨起来是对的话 为什么不给江泽民 这案子平凡呢 已经充分说明 就是内斗 什么公正啊 就骗人的 是不是啊 别再骗了 纪律严明 目的是什么 限制警察的行动 因为一旦开战以后 两面人全变成一面人 现在中国你想 这个社会 我做了18年 其实我太了解了 体制内体制外 几乎人人都是两面人 随人行隔肚皮啊 有几个从心里支持你共产党的 尤其支持你习近平的 是不是啊 你这几年搞成这个样子 比国家搞成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 什么也没有了 香港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想警察直接冲到 苹果日报去抓人的 在全世界面前 丢尽了脸啊 现代社会怎么能容忍这种状况 媒体是什么啊 媒体是良心 是不是啊 连这个都不能容 你能干什么事 所以说你看这个会议 王沪宁出席 受其一世啊 王沪宁还宣读什么呢 人民警察 这个受其一世的决定 为什么重用王沪宁 政权要垮台的时候 特别需要欺骗 王沪宁就是政治大骗子 是不是啊 一直骗到现在 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胡颖桃的科学发展观 这到习近平所谓新时代 你新时代怎么还能 就倒退到毛泽东时代 搞街头人这一套 是不是啊 你敢把王 这个随理军的 这个案情 真实公布给老百姓吗 你敢于把昨天 美国媒体披露的 关于郭文贵的案件 法庭文件 你想想 终于明白了 随理军在做什么 刘彦平在做什么的 那网上不都有录音吗 尽管郭文贵有很多瑕疵 和我们每个人一样 都有缺点 错误 我认为 他的爆料意义重大 为什么这么多警察真 郭文贵 终于明白了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寿天仪师 云集这么多大佬 你觉得都忠诚啊 你就拿周强来讲吧 你说他是赞成李克强 鼓劲他赞成李克强 就如此简单的事 当军 他为什么跑到重庆去 这个赞扬薄熙来 是不是啊 包括这个赵克日 这一次这个会议 赵克日也出席了 是吧 分别 习近平分别像赵克日 这个陈文清 首期 赵克日终成习近平啊 赵克日在贵中当生长的时候 薄熙来搞国动委 他跑去抽热了 碰抽脚 这才几天的事 是不是 也是两面人啊 是不是 陈文清是 是王岐山的弟弟啊 他就连接啊 他自己心里最值得 他连不连接 是不是 不要以为 自己做的事 别人都不知道 现在是网络时代了 是不是 本人认为啊 习近平搞这个所谓的 树起一事 是他在恐慌的处境下 给自己打起 完全是什么 摧死挣扎 一点用处都没有啊 你看他现在很慌乱 前几天还认命了一个 这个 深圳的公安局局长 他为什么要深圳公安局局长 要叫王晓鸿精心调取 那就是因为他知道 危难来临的时候 一旦美国开战了 人家 人家将 素雷不计言之事 就打进来了 和萨达姆一样 停不了 四十天 你比你看吧 到那时候 你看香港 六七百万人 将怎么对待你共产党 所以他想 通过春春州 到那时候 换个警服 上香港镇压 你能镇压得了吗 到那时候 刘国州 可能都跑了 我跟你讲吧 这里就跑一大半 什么 不信就看着 如果你和美国开战 当然美国要是不开战 你能把美国人骗了 再骗一次 我跟你讲 中国人要想 就是 结束中共的统治 确实比较难 为什么呢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为了自己的政权 你看他搞这些东西 那时呢 人们难以想象的 这种高压同志 而且还具有欺骗性 还防护您啊 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欺骗太厉害了 是不是啊 而且要害部门 都是公安人员 担任领导干 你看武汉市委书记 王宗林 那不是公安局派的吗 英勇啊 也是公安局出身 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呢 警察国家 和什么呢 和办军事的管制了 再过一段时间 很可能完全啊 堕落成北 那种个人崇拜式的 这个军事这个管制啊 老百姓讲什么呢 讲 可以这样讲啊 遭受灭定自财 搞不好连口粮都限制啊 这个个人财产都没收啊 私有财产都没收 所以说他最后这个挣扎 我可以讲吧 今天充分的暴露出来啊 给警察收下 就等于给警察磕头了 你千万保住我的命啊 别的什么造反 但是本人认为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啊 你首先你习近平在 新型冠状病毒危难来临的时候 显示出了胆信 已经充分的暴露在市人面前 因为川普为什么敢这么咄咄逼的 整这个总共 就是看到你懦弱 你又不能把权力让给孙春乱 是不是 又不敢让个李克强 李克强现在 通过到重庆一些厮杀 一下子大得民心啊 得民心者得天下 就靠你这瞎忽悠 有什么用 一瞬间就蹦塌了 其实他虽然不信 他就信王晓鸥 王晓鸥藏在后面啊 你看这个表面上 是给这个赵克志收起 什么柴文晴 他能真心信的这些人啊 他信这些人 他就不抓孙力军了 是吧 他就采取这些办法 先用这拨人 整那拨人 整完之后再给这些 利用拉柳送到监狱里去 这一切的手法啊 已经暴露得天下无疑啊 所以说本身的 各位啊 习近平现在已经走到历史的节点了 只有学习蒋经国是唯一的胜物 否则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 下场将是非常负面的 我再说一遍 亡党亡国就在眼前了 今天的独播点评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